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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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m 回到iUmbrella 我們又可以繼續連載這個遊戲 先移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寫著 Major Update New Game Mode Circuit 和0G 其實它出了兩個新模式 就是 這個叫 Bagel 剛剛Google Translate說是Bagel Bagel Race和0G 0G我已經試了一次 確保自己不會卡關通關 才示範給大家看 順便講解一下如何操作 0G是為什麼呢 應該 根據我的理解就是0G Gravity是地心吸力 即是無重狀態 太空模式 好 Become Toast 先看看設定 音樂 OK OK 這遊戲 Mode 如何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 周圍是否超級亂 現在遠距離應該都 那個 那個是不是多屎路 遠距離看不清楚 其實我們一按 看到中間Fill 就加緊了 它就是代表我們用了多少燃料 然後呢 好 我們先停一停 我們只按上下按鈕 就會快包中間有個引擎 就向上向下的 然後我們每個角落都有全方向 1 2 3 4 4 4個方向的引擎 例如我四個按鈕一起按住 然後可以這樣飛 那我們飛一飛前一點 好 這樣 撞到東西撞到東西 OK 看看先 OK的 好 那我們這樣向這個方向飛 那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變成多士 那對了 我示範一次 譬如我現在按RB 然後 可以上下這樣動 然後又可以左右 這樣 這樣可以用來修正角度 OK 那其實操作大家不要以為 看起來很簡單 你覺得簡單的可以挑戰一下我 你馬上買一隻遊戲來 看看你會不會覺得這麼簡單 其實很難控制 好 這樣 OK 繼續 那這一集我們的目標一樣 就是變成多士 不過呢 這裡就有點難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爐是在動的 就是我們要跟它那個角度 才可以飛進去變成多士 這個位置對不對 這個位置 差一點 這樣 嗯 一定要對角度 因為我試過一次 就是你不對角度 你是會打飛了多士爐 那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 如果你打飛多士爐 它那個入口向左下 那你就會完全是GG了 嗯...還差一點 不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是這樣 真的不容易的 大家快點 買來一起玩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隻鏡子很棒 停停停停停停 等一下 嗯...應該是... 哎呀哎呀哎呀 這樣這樣 差點差點 這樣飛進去 WOW PERFECT 好 70 好 NASOLO 哈哈哈 3分10秒 燃料用了128.06 Addability85.09 蛤我又扣過血嗎 什麼時候扣的 嗯...不清楚 那不要緊 總之我們拿著B YES 第一次拿B 那其實真的不容易的 大家試一下就知道了 好 好那我們因為時間... 上早 哈哈 我們玩一下Launch OK Launch的... 變多屎 對呀 沒有多屎爐 這一關應該 我們飛去個暖爐 嗯...哈哈 咦那無重狀態 還有沒有可以打爆電視機 讓它無煙呢 貌似就不可能了 保齡球都不知道去哪裡 天花板那個 我們先飛起來 飛起來看看 那一顆 現在我們看到燈旁邊的那顆 是不是保齡球 不過也沒什麼可能 哼 我們怎樣把保齡球 載到電視機 我們應該都是靠暖爐的 嗯...想想想應該怎樣控制 真的要想的 不要以為不用想 很難控制的 這隻遊戲是我的 HIT 停停 好...出發 那...由此可見 如果大家有試玩過這隻遊戲 就會知道 其實太空人是不容易做的 你要控制火箭 即是...在太空外面維修的話 你... 打爆了一支... 喂!那張啊!那張啊!那張啊! 我決定就走入... 其實這隻遊戲最重要是什麼? 是時間啦!你玩得越快 它就... 越高分的 不過呢... 我就不求分數的 哈哈 最重要的是 開心好玩 對吧? 欸...喂喂喂 哎呀... 因為角度的問題 我們轉了角度 就... 即是... 不懂形容 即是它的按鍵的位置 就會不同了 喂喂...它是不是整個GEM黏住了 有用Headjam的喔 它... 哇塞 超級無敵自尊 搞爆的那張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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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怎樣可以... 停止回啦 應該就OK啦 欸... 跟著... 這邊這邊這邊 喂喂喂... 那邊...那邊什麼事啊? 那邊... 啊...應該我們剛才打到一些東西 撞到他們 是嗎? 不要緊 欸...欸...我們快包掉了 反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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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出發 去... 去個暖爐那裡 因為我們...我們好像... 喂喂喂... 因為撞到那個Bow 我們馬上整個... 整個不同了 這樣...這樣... 這樣... 好...前進... 飛去個暖爐那裡 那暖爐其實開不開到的呢? 它的按鈕... 我記得它有一個按鈕 欸...這樣... 嘩... 嘩... 嘩...那個Bow... 啊...那個按鈕啊 我們...喂喂喂... 按錯按鈕 這樣... 嗯... 只要我們... 按到上面紅色的按鈕 還是領到這個按鈕呢? 那...那個暖爐就開到的了 我想一下先... 怎樣...怎樣按呢應該 我們... 飛起先... 這樣飛起 這樣...這樣... 這樣... 按錯按鈕 完全是按錯按鈕 嗯...然後... 平衡了... 然後呢... 不...這樣... 這樣...這樣... 好... 衝啊... 撞到那個按鈕 撞它的按鈕 撞不到喔 我們回頭... 很困難啊... 想一下... RB跟LB 對了...按這個按鈕 撞... 撞它的按鈕 欸...凹了...凹了... 那暖爐... 好像... 撞到了... 聽到聲音了 那...我們... 現在怎樣呢? 我們要... 退出去先... 但是... 這個角度我們很難看的 想一下... 呃...要... RBL... 對...這樣這樣... 好...飛出來 然後我們看到暖爐就開了 然後... 這樣這樣... 轉... 轉... 這樣下一點... 然後停...停...停... 然後呢...就... 欸...欸...欸... 這樣... 這樣轉一轉... 喂...這個角度 好...然後四個按鈕一起按 這樣貼上去 是不是呢... 是不是可以呢... OK...那我們先撞到一邊 四十幾%... 六十幾%... 七十幾%... 八十幾%... 九十... 九十... 九十五... 欸...還差一點... 飛過去再... 喂...一百零幾... OK...OK... 我們先看看... 是否完美... 欸...焦了一點點... 107... 哎呀... 失策... 不過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轉一轉角度先... 好...這樣... 喂喂喂喂喂喂喂... 不是這樣... 喂喂喂喂... 不要飛過去... 好...先走開一點... 欸...應該怎樣... 調節呢... 角度... L...B... 這樣... 先打橫... 好...停一停... 想一想... 會... 會... 蛤... 好難啊... 不是... 不是這個角度... 我不是想按這裡... 啊... 我不是想按啊... 對了... 這樣... 我這個... 無重呢... 真是... 令到我們看東西的角度都... 奇怪了很多... 嗯... 想一想... 應該RB和RT... 然後... 哎呀...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嘖...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按錯 因為那塊包轉了角度... 我那個按鈕固定出氣的位置就一樣的... 但轉了角度就會令到我上下左右很困難... 看看... 大概這樣... 然後... 呃...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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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們這樣... 這樣向前飛... 好... 大概這裡這樣... 然後四顆仔一起... 拍下去... 黏住... 好... 那這裡100%就應該完美了... 哎呀... 忘記了Facebook啊... 這個... 失策... 好... 叮... 好... 我們... 6分55... 2... 燃料用就是303.8... Addability 92.29...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那好啦... 這個I'm Brad系列我會繼續連載啦...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按個like啦... 有什麼想跟我說就在下面留言啦...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到同類型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適合的影片 好... 突IK situ axle運氣 一分開過 кос… 本影片 rend新 Corinthiansourcing, 不要啥 最左本 簡單 最 kayak人偶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